因为医师没有劳基法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退休制度可以说是0 他今天利用白天的上午4个小时的时间 完成这三台手术 下午他看了一个门诊 到下午5点的时候他离开医院 下班之后如果说他前面的这些病人 出了状况他可能还是得回到医院里面 只要他还有一个病人 他的下班时间就不存在 好 这边要先做一个背景的说明 在台湾只要是受雇身份 都是属于劳基法的保障 唯独有包括医师在内的 这个很少数的几个行业 其实是被排除在劳基法试用范围之外 一直到几年前呢 开始有一部分的作业医师 试用了劳基法 他们是属于在医院 还没有受训完成的 还在接受作业医师训练的 这样子的一些年轻的医师 他们占全部的医师的比例呢 可能不到一成 可是在这同时其实更大一部分的 是所谓的主治医师 这些受护的医师 这些人也就是我们平常 去医院看门诊的时候 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医师 还有呢就是在帮我们做 胃镜 大肠镜 超音波检查 还有在做手术治疗的医师 他们其实都没有受到劳基法的保障 这个主治医师 他所收到的保障基数是0 在劳动条件上 这个主治医师 比如说因为我生病 然后因为疾病 所以他就可能没办法继续工作 这时候他的收入是基数是0 第二个就是有任意之前 某一家医院 在你离职的时候要签一份 叫做永不入用 一个在医院工作那么多年 他因为一年一聘 我因为某些因素 他不需要看劳资相关的委员会 一些相关的权益都没有收到保障 现在就可以直接叫你走路 这个医师跟医院之间的 这样子的签署的契约 其实都是定期契约 也就是起满自动失效 要开除或者是说 要跟受户的医师之间解除 雇佣的关系 是不需要任何的成本 相对的 在台湾其他的劳基法的员工 大家一定都听过像是资遣费 那大家也听过就是说 其实除非你今天经营不散 要歇业 要关店 要倒了 要不然其实你也不能随便 去开除一个劳工 这是会吃上官司的 其实很多劳工不知道他的权益 那个除了你要被扣钱 这个要缴钱之外 基本上 劳基法非常多相关的一些权益 看起来是荒谬 但是在限制身份发生 医师跟医院之间其实很常会牵立一些 契约 而这个契约是要求医师必须要服务满一定的时间 而在这一定时间之内 医院可能人事改组 可能劳动条件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变化 值得说他萌生想要离开 或者是有更好的出入的这样子的念头 可是在这个时候却面临到医院呢 要求你必须要按照契约上面的时间走完 否则就要负担相对高价 甚至动辄数百万的违约金的这样一些状况 大家可能不知道 因为医师没有劳基法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退休制度 可以说是零 就是真的要回到这个医师 他个人的财务规划 要不然他退休之后 其实是不会有一个 退休金的这样一个计划的 现在问题的真解 听起来复杂 其实没有很复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价值观跟整个体系 长期存在的问题 自尊医生有两套逻辑 第一个 事已至此 大家就算了吧 就是告诉年轻世代人 你就不要再想了 反正事已至此 第二个 你如果够强 为什么要怕人家竞争 你如果够强 为什么要推劳动基础法 人家把你犯了 你就去开一个诊所 跟人家嗆声 这种行为不是法治的 体系跟民主社会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劳基法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 劳基法这种东西呢 大家去想这个源头 基本上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整套逻辑 只有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订 我觉得现在大家心态都是说 我趁年轻我还可以值班 我还可以这样冲来冲去的时候 我多做一点事情 然后赶快把我的收入累积起来 但等到我生涯后期的时候 我就要离开大医院 离开医学中心 离开这些要值班的地方 那那个时候我去一些 比较小型医疗机构 或者自己去开诊所 自己去开业 可能我的工作生活品质就可以提升 就住院医师的时候 类像狗一样 但是我有期待就是 等到我之后 累积了一定的名声跟技术的时候 那我就去自立门户 可是就是你现在怎么跑 你跑不太出大型的医疗体系 就是小医院也被大医院并吞 也被他放进到他的大体系医院 就算我去了诊所 很多诊所也都是联合诊所 那我自己想要去开一间小小的诊所 那其实现在市场相对也饱和 这个就是一个为什么法规的保障 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以前我逃的出去 现在没有那么容易逃的出去 所以呢我们只好在思考 逃不出去的这些人 那在这个体系里面 我们可以怎么样自保 这就是现在要谈 不管是医疗法或劳基法 我觉得也是一个出发点 在劳基法里面 其实他就写得很清楚 你如果说要 和这样子的工作形态的人签订劳动契约 就只能签订不定期契约 不定期契约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契约他没有一个中止的期间 他原则上就是做到 一个是一时他退休 或者是说一时他主动提离职 或者说这个医师犯了什么天大的错误 导致医院必须要解雇 或者说今天这个医院经营不善 所以他必须要关掉 他必须要终止相关医疗业务 这时候他才可以把这一位医师 让他离开他的工作岗位 而同时呢 如果说其实这些责任 并不在这一个受雇者身上 那这个医疗机构 还得要付出一笔资钱费 另外一个其实像刚刚常见的争议 医师跟这个医院签订一个 例如说为期三年的契约 可是就在这个医师 还在受训的过程里面 就发生了医院去改动 他们原本已经讲好 劳动条件 不管是薪资或工作内容 可是这时候他想要离开 医院却向他求取的是 这段期间所付给他薪资的总和 再变两倍 那如果今天有劳基法的话 第一个是这样子的契约 在劳基法里面其实是禁止的 那第二个是如果不幸的 他还是衍生成一个诉讼的争议 法官可以很快速的去援引劳基法 来告诉经营者 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说 你这个契约 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 就算这个医师签名了 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契约 所以失效 你不能去向他求偿这么多的金额 第一个我就是说 其实劳基法他在台湾 他是一个已经行之优延 然后体系相对的完善 如果说今天就由劳动部这边宣布 让医师重回劳基法的怀抱 那其实这个在行政成本上 应该是最简便的 那第二个是说 其实劳基法他有一些机制 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 劳动检查机制 我立刻可以去跟一个官方的组织 去提起一个申诉 如果说真的有查出有违法的时候 立刻去做一个开罚 确保医院有接受到惩罚 并且应该被提醒去做一些改善的一个措施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异 好那如果法案今天是卫福部来主导 他跑到医疗法去 再修一个专章 特别条例之类的 劳动部就可以说这个是卫福部在管的 你反而去用一个医疗法包三包含 医疗法现在已经包含非常多了 当然我觉得法是越来越完善 可是毕竟你挑你喜欢的 那再把它加进去的时候 你可能有些权益就丧失了 现在最主要的阻碍在劳基法 主要是脂肪 所有的保障都是要用我来出钱 脂肪跟劳方有矛盾 脂肪一定会觉得说 如果纳入了 医师的工时怎么计算 医师为了救人怎么可以有时间限制呢 如果这样讲很多行业都 照理说不应该纳入劳基法 我觉得目前来说 我觉得最关键的两大因素 一个就是钱 另外一个就是时间 那我们先讲钱的部分 为什么难算呢 因为其实 医师的薪水 大家可能会预期一个医师 他至少应该要月入个10万20万 可是实际上在一个医院里面 可能是只有1%的比例是属于固定的 另外9%的这个比例都是业绩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时间 如果说我这是一位外科医师 他今天白天开了三台手术 有三个病人现在还在医院里面做休养跟照顾 他今天利用白天的上午4个小时的时间 完成这三台手术 下午他看了一个门诊 到下午5点的时候他离开医院 下班之后 如果说他前面的这些病人出了状况 他可能还是得回到医院里面 可以说是只要他还有一个病人 他的下班时间就不存在 在这个状况之下去限制工时 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把他工程上限定在下午点 这个时候之后都算是加班 又会衍生很多的加班费的成本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把他的正常工时划定为 只要他还有病人在住院 那他就不算下班 那这也是非常的奇怪 因为这样子岂不是他365天 每天24小时都处于一个上班的状况吗 这个法案能不能在事情细则上注明 工时也不是不能调整 在劳基法本身 过去是有特别在特殊行业上 是可以做沟通跟调整 这是法律上就已经规定 这不是我们医疗行业特许 在这个状况之下 除非我们今天去把医师的人数 像是变魔术一样 让3个变6个 6个变10个 要不然其实在某些特定的医院 他还真的排不出一个 让大家既可以兼顾我的休息时间 跟工作时间的限制 但是却又不去改变原本的人力配置 如果是在一个偏乡医院 可能是更加困难 因为这些地方的仪式招募 也更加不容易 那如果说小医院因为遵守不了 又一直被罚钱 会不会又让他们的雇主 更少的经营下去的这样一个意愿 让偏乡的民众 失去一个自己就医的权益 这也是一个常常会被拿出来挑战的点 整个医师的收入架构 过去跟现在是不同的 我们有健保跟自费 我们今天健保是这样的治疗 我们有什么样的医材 是自费的 什么样的特别手术是自费的 健保署是因为它总额预算 所以它也没办法再增加 民众又有非常多 更先进的医疗想要接受 怎么办呢 健保署就要推商业保险代位 就是商业保险来补充健保没办法保障的提供的 医材或相关的治疗或是药品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时候 你就会想出收入结构的调整 就算没有劳基法 现在医师就在做自我调整的动作 医院在这个产业架构 它自己也在调整 你看为什么医院很多地下街外包 他们自己在经济跟成本架构 都在这做调整 医院透过跟医师做 低底薪高奖金或高抽成比例的工作条件的约定 其实也是在促进或是鼓励医师去多增加他的业务量 那所以对医师来讲 他也会感觉到多做事情 我才能够多帮助到医院 我也才能够多增加我的薪资 医师呢他可能反而也很害怕 或者是也很担心自己的工时如果被限制 使得他没有办法那么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面 那这些因素加重起来 其实也会都导致 就是说其实一部分医师啊 对于纳入劳基法的保障 其实也是没有那么的完全张开双臂拥抱 甚至会疑虑多过于对他的好处 所可以带来期待 有没有可能如果说今天对于劳基法的 工时的这个部分 大家有很多的疑议 一下子就给医院一个很强硬的工时的规范 可能会一下子造成很多医疗资源分配上面的冲击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先把我刚刚所提到的其他点 不管说是植栽或者是 最低服务年限 违约金 定期契约等等的这一些 相对的跟工时和劳动业务量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相关的议题 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 然后专门的放到一部法规里面去做一个保障 先不要去谈工时 或者说先避免去碰触到敏感的医疗业务量问题 但是我们先让医师跟医疗机构所签出来的这一纸契约 不要出现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条文 那这其实我觉得是这一两年 我们在思考的一个第三条路 第一条就是维持现况 第二条就是我们直接拉劳基法 第三条路也许就是 把劳基法里面一些概念抽出来 那专门放到另外一部法规里面 试图的去先保障一部分的权益 主要精神是在伤病跟死亡 以及他这个任意之前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有这个工作权 我们的工作权在没有法案的保障之下 今天就是呼之即来挥之直去 不管你今天采访的劳基法或相关的法案 上层结构永远都是医界最忽略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大家 大家都应该更对自己的同行 或者更多的宽容跟照顾 没有说劳基法是完美的 或是医师要推动的也是不完美的 都没有这样讲 而是说尽早通过一个 大家可以认可接受的条例是来保障 劳动权益 这是我们今天反正最重要 我们想要呼吁的这个精神 我觉得我们真正要面对到的最大的对手 是我们的冷漠 而是我们的不讨论 而是我们抱持一种心态 就是这个问题应该 我不会这么倒霉碰上吧 或者是说以后真的不幸的 我遇到了我再来想办法 这样子的心态 那我们的进度就会非常非常的缓慢 不管今天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希望 医师回归劳基法的保障 或者说今天我们是希望另外定定一部法律 例如说用医疗法或其他的这些法令 来保障医师的权益 我觉得冷漠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关注有在提出相当主张的团体 或者说我去支持也认同这样主张 并且有去推动修法的候选人 这些我觉得是真正有助于 我们这个行业的比较健康的发展 世界上就是有很多意见 所以才需要沟通 并没有说哪一方一定是全对或全错 这是一个大家有基本认知 劳动部不是叫支动部 劳动部都要替比较弱势那边 去想一个很多机制 这就是整个法案的根源 但是我觉得在医院体系里面 就会有一种变态的想法 就觉得说断练自己在极端条件之下 都还是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要不然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医师了 这样子的一种被教育结果 但有时候也会内化成一种自我要求 所以其实医师就很M 有点自我剥削 甚至有的时候会以这种 我很辛苦我做了好多事情 为傲为荣 某种自我满足的一个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大家对于权力的争取 其实是消极的 因为也有一部分的潜意识里面就忍 其实做意识本来就好像就该这样